《爱情公寓》对于大家来说是十分熟悉的,作为一部曾经火爆大街小巷的电视剧,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回忆。 自从剧场版停开之后,由伟正指导、汪远编剧陈赫、楼益潇、孙艺舟、李金陵、邓佳佳、李嘉航主演的电影版《爱情公寓》将于8月10日在全国上映。 等到电影版《爱情公寓》宣布杀青后,粉丝们都激动不已,有的按捺不住,都已经预先买了电影票。 随着电影版《爱情公寓》上映日期即将到来,陈克、楼益潇等人也是相继为电影预热,并且还举办了那十周年的庆生会。 就连这次《爱情公寓》的几位新演员袁虹等人也是到场,而电影的预售票房也是不断创下新高,预牌篇高达45%,首日预售票房已经超过8500万, 首周三天预售已经破亿,远远超过黄渤的一出好戏,和中美同步上亿的动作科幻电影剧尺杀。 不料,8月6日,名为《爱情公寓》的认证微博突然发文称,电影版《爱情公寓》侵权,要求停止上映。 该微博上一次更是还是2013年1月1日,5年之后突然更新则是发声维权,令人始料不及,据资料显示,《爱情公寓》原名叫中雨,又双弱者回来搞事情了。 后改名《爱情公寓》电影版,现在的片名叫《爱情公寓》,主演也基本都是原电视剧版成员中一系列剧照来看, 这部电影很可能原本就只是请了原剧几位主演来拍冒险故事而已, 再到发声时怕没人看,就把新次元冒险家改为《爱情公寓》,圈一波情怀粉丝的票钱。 这么一说,事情大概就是新电影套上电视剧《爱皮》变身情怀大作,只怕期望太大的粉丝会失望。 然而,在该条微博,发出去没多久,《爱情公寓》官微又发表声名称《电影爱情公寓》由高格基于电视系列剧《爱情公寓》编剧汪远先生的原创剧本制作, 高格依法拥有其完整著作权,并已事先获得了法律授权于许可,对于旧著作权及知识产权,进行恶意诽谤和骚扰的行为,将保留对其进行诉讼乃至追责的权利。 对于这件事,网友们也是众说纷纭,一部靠抄袭为生的剧,现在嚷嚷着被别人欺败了反权。 这种事呢,我只能说,闹得越大越好吧,如果真的终止上映,也算小小功德一件,支持维权。 《爱情公寓》电影就是圈权,根本不是青春。 网友们也是众说纷纭,一部靠抄袭为生的剧,现在嚷嚷着被别人欺败了反权。 这种事呢,我只能说,闹得越大越好吧,如果真的终止上映,也算小小功德一件,支持维权。 《爱情公寓》电影就是圈权,根本不是青春,还几天就上映的,估计是谈崩了,票都买了,没理由不去看,不管怎样打击,还是会支持。 《爱情公寓》炒作的痕迹太明显了,该换点别的手段了,豆瓣评分,超过六分算的成功,楼上的,你也太低估,豆瓣的审美了,超出四都算拍得不错了。 上映前四天稿这出,而且并不会影响上映,这版分版式炒作,又是上热搜,又是各大营销号,在转发道士的,真的把最后紧上的一点点好感都消磨没了。 作为一个爱情公寓迷,表示还是会去支持《十年青春》,我只是想要一个结局,其实不论是侵权,还是抄袭,事情到底是怎样,局外人也不得而知,就让制作方自己去解决吧。 至于电影本身,那些对爱情公寓有情怀的人,单纯想去感受那份久远的美好记忆,是无可厚非的,本身一部电影或电视剧,有人爱就有人不爱,所以,关于电影《爱情公寓》遭起诉,或将延迟上映,制片方否认侵权,以或许可。 你怎么看呢?N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及相关微博部分文字原创转载,请著名出处。